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回來收看阿BEN Show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星座 之前已經提及過太陽星座、月輪星座 今集會討論上星星座 沒錯,其實今集系列的上星星座 我們會分成三個部分 每一部分都會討論四個星座 其實上星星座到底是甚麼呢? 上星星座就是你在出生的時刻 在東方地平線上的星座 到底是甚麼呢? 那就是你的上星星座 如果你不確定出生時刻 那你真的要回去問問你的娘 至於怎樣運出你自己的上星星座 阿BEN在很早之前已經教過大家 怎樣去上網查你自己的星盤 如果你不記得了 你一定要回去看我這一集的YouTube 其實這裡要多說一些 就是關於上星星座是代表了甚麼呢? 有一種說法就是 上星星座是看你30歲之後的性格 但是阿BEN的見解呢? 我會覺得是 上星星座是在你社交時 即是不太熟悉的人的面前 你所表露出來的自己 或者是你自己所希望給大家 覺得你是怎樣的日 那個就是你的上星星座 那為甚麼會有說 30歲之後是看上星星座呢? 因為我們30歲 其實已經有了一些社會歷年 你習慣在社會上 用這個自己去顯示給大家看 所以慢慢慢慢 這個個性就變成了 你本身的個性去看的 所以上星星座 我們主要是可以看到 你在平時社會中的你會是怎樣的 甚至在你的外表會是怎樣的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來看第一部分的這個 上星星座 第一個上星星座 我們會從木樣座開始看的 那木樣座的朋友 上星星座木樣座的朋友 你會看到其實他們是一種很運動型的身形 很健美的身形 頭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而且他們的眼神是很有神的感覺 再來呢 他們的個性會很活潑 很熱情 甚至乎你會覺得他有些少是很天真 在這群人之中 你會覺得其實他都很傾得賣 會是大家的開心果 但有一件事就是 你千萬不要跟上星木樣座 朋友們談心事 尤其是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一些已經過去的事情 不能改變的事情 你跟他談的話 他覺得既然人生這麼苦澀 你何必要在意 一直在意在過去不開心的事情 他覺得很不耐煩 不如你把好些時間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對於木樣座來說 會比較貼切 上星木樣座的朋友 在這輩子之間 他們會覺得不斷開創一些事情 或者自我實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輩子之間 我們會說金牛座 上星金牛座的朋友 上星金牛座的朋友 你會看到他們的額頭 嘴唇他們的線條 會比較優美一點 他們本身的身形 其實會比較豐滿一點 厚實一點 豐滿一點 他們做事的動作 會比較慢一點 還有就是他們的聲線 會比較暈厚一點 尋一點 但也挺好聽的 那種來的 那個上星金牛座 上星金牛座 他們的個性 其實也挺腳踏實的 然後是很穩重 又比較靜一點的M.O.5 不會太容易發表自己的個人意見 他們都是一群很誠懇的人 再來就是他們對於生活中 一些歸美的東西 其實也挺有興趣的 他們的興趣是很廣闊的 例如說室內設計 琴棋書畫 或者電影 甚至衣著打扮方面 其實他們也挺有自己的意見 我做的朋友 這一輩子人 其實他們的人生裝置 就是要不斷追求一些 物質上面的美好的事 和物質上面的擁有權 因為他們覺得物質這件事 才是最可靠的 那常星雙子座的朋友 在外表上來看 其實他們是四肢比較收長一點 尤其是他們的手指 會比較收長一點 好像彈鋼琴的那種人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手勢是很多的 你會覺得會不會誇張一點 但這些就是他們 除此之外 但很多 應該是說 很多 上星雙子座的朋友 都有近視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就是他們的頭型 會比較小一點 上星雙子座 其實有一個很突出的特典 就是三寸不難之事 即是他們是很口才 很懂得用語言或文字 去表達他們自己的個人意見 甚至乎他們會表露得 有些聲音八卦 但八卦之餘 他們又可以忽然間 很嚴肅地跟你聊一件事 這是他們很飄忽的特典 除此之外 其實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一班人 而且學習力又很強 很多事情又很好奇 是很有可索性的一班人 那對於上星雙子座的朋友來說 這一世人所追求的這個宗子 其實就是知識方面的學習 又或者是傳遞給其他人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上星巨蟹座 身材很中等 他們的體質又容易會發胖 如果吃太多的話是很容易肥的 除此之外 他們的牙齒都不會長得很整齊 再來 上星巨蟹座的朋友 其實就有保留了太陽巨蟹座 有些個性就是很懂得去照顧人 和感情是很豐富的 但他們感情豐富之餘 就很小心地表露出來 因為怕會傷到周圍的人 除此之外 他們會有些少怕臭 但給人的感覺是很溫和舒服 很懂得照顧人 對於上星巨蟹座的人來說 他們是沒有辦法做到 說一句就立即做了一個大的決定 他們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的 對於上星巨蟹座的朋友 他這一世人所追求的宗子 就是可以找到感情方面有些著落 又找到一個很歸宿 這是他們這一世人的宗子 好 第一節的上星星座的分享 亞伯就到此為止 接下來記得收睇我們的下一節 下一節會是上星什麼星座 就是我們的獅子座 處女座 天秤座 和天鐵座 歡迎 下次再收睇 多謝你今次的收睇 如果你喜歡我亞伯 或是想追蹤更多 有關於星座 即是星盆方面的知識 歡迎你點擊 右下角的subscribe 還有記得按這個響鈴 下次呢 亞伯有新的youtube上去 你也可以收到 好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你